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下午好 我是吳偉 現在是個標史設計師 我很高興今天來到珠江新城 因為它是我職業生涯的很重要的起點 那剛才演講的徐老師 他跟我是師兄弟 本來我應該成為一個建築師的 可惜我誤入企圖 自學了平面設計 後來還半路出家了 我女兒小的時候她讀一年級 她的老師問她一個問題 說你爸爸是幹什麼的 她回答說我爸爸是設計廁所牌的 廁所牌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但是人家都說小孩的話 小孩她不是刷仿的嗎 那看看我設計的廁所牌吧 這就是我設計的廁所牌 那其實廁所牌也可以有多種形式的 那顯然的我不只會設計這個吧 對吧 大家看看這個圖片 這是一個典型的地下吃库 地下吃库的標識系統通常來說呢 它分成做一個區 然後每一個區會有一個顏色的區別 同一個區中的柱子會寫上這個區的名字如圖 吸吸吸吸吸 這個看起來很OK啊 就是這樣啊 其實有沒有問題呢 肯定是有的 當你要拿吃的時候 要是你忘了具體的位置 那麼吸吸吸吸 我的吃在哪裡 我走到那一頭看不到 走到這頭看不到 沒辦法頻頻地按動我那個吃的鑰匙 看看哪裡會閃光或者會叫 那明顯是有問題的 那有沒有問題能不能解決呢 這是很簡單的 我們就做到了 這是我們在深圳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體育場底下的吃库設計 那我們只是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整 我們把每個區域裡邊的柱子 編上號碼 那麼你停車的時候 你只需要看那個號碼 記住那個柱子的號碼 OK 然後你上去回頭 你要拿吃的時候 出了吃库 你會看到一個地圖 地圖上標明那些柱子的位置 那你就去找你的柱子 當你找到你的柱子 你就找到吃子 所以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不是嗎 這個就是所謂的功能性 那標識系統是什麼 標識系統是基於人的空間認知的方式 引導你從此處到彼處 再回頭的設計 那剛才那個停車庫的設計 就說你是去到了 但是能不能回頭 就是要看剛才那個設計 它能夠讓你回頭 好 標識系統如果只有功能性 看到那個字 清楚的看到 那為了有趣 我們看看一個例子 跟著禽獸走啊 不是跟著感覺走 那我是一個標題黨 待會你看到那標題有點聳人聽聞的話 那不要驚訝 那是我故意的 看看這個 通常在一個停車庫裡 它的分區是用顏色來區別的 然後它的方向以箭頭來表達 那我剛好做了一個小型的自行式的停車庫 我覺得可以用動物來代表這個顏色 用動物朝向那個方向來代表箭頭 所以你看到這個停車庫 它上面有灰禽 灰禽走獸是吧 所以你要跟著禽獸走 不會有錯 看一看 牆面上畫了萬馬奔騰 你跟著馬走 就有草吃 下來這個擺雞爭鳴啊 古人說駕駕隨機嘛 現在到了這裡你不駕駕 也只要隨機了 所以 剛才說那個就是一個好玩的例子 那兩個例子都地下吃庫見不得光的 現在我們來講個見得光的事情 請孫中山提字 這是我在中山做的一個有趣的項目 那孫中山的故鄉叫做翠亨村 中山市呢為了拓展它的經濟 它設立了一個區叫做中山翠亨新區 它委託我們來做它的LOGO 還有規劃館的標識系統 這個就是我們設計的那個LOGO 那通常這種政府的機構 他很喜歡用領導的這個題字啊 來做為一個標準字 那當然這個項目用孫中山的字來做 是最適合不過了 但是要找到孫中山來寫字 明顯有點困難 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 當地的報士呢 他從孫中山寫過的字裡面呢 挑出了要用的字 那它的字怎麼找出來呢 它是從不同的書法裡面找出來 譬如說上面那個是孫中山的原筆 然後他就把它抽出來 把翠亨兩個字抽出來 他拼出來的這個字呢 很明顯它有出有細 是不夠直接使用嘛 那孫中山都說過說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嘛 他這句話激勵了我 那既然國父拜託不到 那我們要找找其他的好的同志嘛 那我們找到了蔡其生同事 他是一個 他在汕頭大學教書 他是一個書法跟設計的高手 那上面這行文字 通過它的調整變成下邊這一行 那看起來是比較均衡 很像一次過寫出來的 而且它也有孫體舒緩那種風格 那這是現場 現場的文字是這樣去體現在標識牌上 大家看到現在兩幅照片 右邊那個天下圍攻是孫中山的原筆 那左邊這個是我們調整出來 它看上去呢 是像同一個人寫的 剛才講了幾個例子 那孫中山這個很高大上 我再講個接地氣的 用水龍管來造製 水龍管是很chip的東西對不對 那剛好呢我們有個項目 叫做多彩貴州城 多彩貴州城是貴州最大 而且最高端的旅遊的目的地 它分很多個區 那其實1958文化創意園 是它底下的一個園區 那這個園區呢 本身它是1958年建設的一個制藥的工廠 然後它現在活化變成一個 叫做1958夢幻之旅的表演場地 那我看過現場之後 我對它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現場就是舊的廠房 還有很多管道 室被等等 那我想我的標誌系統 一定要配合它這個風格 那什麼代表它的風格 跟有融入的感覺呢 我覺得是管道 好 管道我就想要用一個 現成的水龍管 跟那個90度的街頭 來做一套數字 這個設計是有難度 因為只有這兩種東西 所以它設計出來的數字 可能要前後穿插的 那我首先呢 我用左上角 我用手工做了 用回程燈做了它的模型 然後我用電腦來建模 之後我們在工廠把它生產出來 最後我們安裝在那個場地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管道這個要素 是很配合現場那個風格的 大家可以看到 好了 我剛才已經說了幾個例子 都是很片段式的 現在我要講個完整的例子 這個是珠江新城核心區的 當時的效果圖 你可以看到海星沙島 還沒有變成一個亞運的看台 東塔跟西塔是對稱的完全一致的 當時呢 因為珠江新城是廣州的客廳 所以當時 甲方的要求說要代表廣州 那要代表廣州其實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是學平面設計出身的 我先用平面設計的方法 去代表廣州 那我的方法就是說 廣州叫做睡城跟花城 那睡跟花 它最後可以提取出一個元素 就是右下角那個黑色的方塊 然後帶點圓角那個方塊 那麼 依據這個單體 這個最基本的元素 我們可以做一些拓展 這是我設計Logo 這Logo呢 是由九片葉子組成的 左邊四片葉子代表樹木或者植物 右邊的大葉子是代表水面 那左邊的葉子印到水面上 它有一個對稱 那左邊這八片葉子呢 它是中軸對稱之 代表了中軸線那種對稱的布局 然後這八片葉子呢 其實是隱隱約約可以看到 陽城的陽字 或者是豐收的豐字 其實它是用一個隱喻的方式 去體現花城廣場 好 那我根據這個單體 這個單體最簡單的時候 它是一個正方形 帶兩個圓角 那麼我把它橫向跟縱向的延伸之後呢 它變成一個平面 如果再往上一拉 變成一個立體 那當然這是很簡單的一個比喻 譬如說凳子可以做成這樣 那麼這些葉片 在不同的環境中 作為標史牌的時候 它的組合會體現出一個美感跟一個意象 譬如說這個像一個麥穗 它在牆面上會像一些花瓣 天花瓣的吊牌 它是橫向的一片片的 它還可以運用在地面 就像落花或者落葉 然後呢 我用這個單體 假如我用這個單體延長 然後做出一些組合 那麼很明顯它可以顯示一些不同的意象 譬如說彩蝶 彩色的蝴蝶 樹牙 樹長上來它的牙再花生 還有股碎 廣州的股碎 兩邊分開 這些形狀呢 我可以把它 每一種把它變成一個 標史牌的形式 像這樣 你可以看到 彩蝶 每一片 它都有它的內容跟功用 之後有地下通道口有這個樹牙 多項的指示牌 它像一個賣穗 字就是我當時給朱江新城他們提的方案 我的概念就是用這種方式 現代和簡潔有美的 美感的方式去體現廣州 那我的試劑的做法跟追求是這樣子 在試劑方法上面呢 對我來說一個項目沒有那麼複雜的 第一是它的共性 要捕捉它的共性 然後要挖掘它的個性 然後用你自己的手法 把共性跟個性 用一個特別的方式呈現出來 就OK了 在試劑態度方面呢 我是要求要全力以護 做到最好 做到我個人的盡全力 雖然我這樣做 其實假荒跟實用者 也許他根本就察覺不到 但是我覺得這是我應該要做的 一個試劑師的本分 好 那回頭我來講講 我對一個好試劑的標準是怎麼樣 好的試劑就是說 你找到它的共性 突出它的個性 然後用一個很巧妙獨特的方式呈現出來 我來講一個大家都公認的例子 中國銀行的商標 是個偉大的試劑 它的共性是通過一個圓錢來體現 它的個性用個中字來體現 這兩個方式的結合 完全不拖泥帶水 它很巧妙獨特 前所未有 所以它是一個結束的試劑 那你會說 哇這個試劑這麼一流 如果不是外國人做的 那就是不久之前才做出來的 那我現在就可以很正式地告訴你 這個試劑 1980年就試劑出來了 它的試劑師也不是外國人 他是香港的靖大祥先生 那他被譽為 華人平面試劑的教父 人家尊稱他為靖書的 那其實我受他的影響是很厲害的 我從小就是看他的書長大的 那我大學畢業以後呢 我已經24年了 在這24年我做過很多很多不同的項目 其中包括像剛才主持人介紹到的 廣州圖書館 廣州歌劇院 廣州新的電視台 還有深圳的大運會體育中心 還有南方科技大學 還有最近做的安徽省委省政府 這些標誌性的項目 那假如說這些可以算是一點點 成績的話 我要感謝一個人 少年的時候 他是我的筆友 偶像跟世紀的啟蒙老師 那青年的時候我接受他的指導 而且如願 我小時候的理想就是要進入他的公司去工作 那中年的時候我們成為萬年交 而且我是他最鐵桿的遊民 而且我是他最鐵桿的遊民 那大家都是很期待的 那在2013年就是前年 我跟他一起接受週末話報的訪問 那這時候我44歲 他71歲 那他今年已經73歲了 仍然不懈地追求他的設計 跟他的藝術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激勵 那我在這個場合 來向他致敬 而且我會沿著他的腳步 去追尋我接下來的設計夢想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